10月18日任大华蔡卓妍等出席慈善活动 华哥大探香港秋天多事 继香港政府只发两个免费电视牌照 迎请零份之后 昨日又发生变形金刚所在港取景 遭受保护费事件 对于这两件事 他都有着自己的见解 本来只应该发三个牌电视牌 后来就发两个 第二就是我们拍戏 为什么有一些剧片跟一些工作人在吵架 在打架其实是不应该的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剧片的问题 其实有什么问题很简单 马上报警这个就没问题了吧 受保护费疑事 也令当天与母亲一同出席的蔡哲言 和一起自己曾经的遭遇 我觉得杜文泽 我一直以来都很欣赏他 而且以前我很讨厌他 然后现在变成好朋友之后 我反而觉得他真的挺有男人味的 就是一个很man 很英雄的一个男人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 在内地派系被人捣乱的那件事 杜文泽是第一个挺身出来 去跟他们理论的 而且一点都不害怕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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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